张化县政府成立幸福小铺食物银行 透过物资协助解决民众问题 20日举办幸福小铺食物银行社区据点启动仪式记者会 正式启动张化县起初关怀据点物资服务 让食物银行朝向社区化迈进 提供民众及时性在地化服务 我们张化县政府现在有八个据点 那这个八个据点的食物银行呢 我们就是把一些民间赠送的物资呢 我们就放在这八个食物银行里头 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由这些社工或民众直接去选取 那这个整个搬运的是由大农货运 免费来帮我们服务 然后不管是譬如说我现在要赠送一千包米 然后大农货运他就会到你那边去把这一千包米 送到我们这八个单位 然后这八个单位呢如果有什么需要呢 也是由大农货运免费来帮我们服务 那非常感谢大农货运 今天我们跟大农货运有一个签约的启动仪式 家里大农是起源在于中部嘛 然后我们在彰化也拥有蛮多的据点跟车辆 然后我们一起一直 家里集团一直是认为有一个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说我们对于公共公益这一块 我们是不愿意的在做 今天在彰化线能够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 对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是很乐意去执行跟协助宪政的部分 去做这一块的工作 会中由魏民谷县长 与家里大农物流公司协理张逢良 签署合作意向书 由该公司无偿提供各关怀据点间的物流服务 民众可拨打1957服务专线 由社工评估申请后将物资送至需求者家庭 提供到宅关怀 未来县府将协助辅导成立志工队 让爱散播出去 把幸福普及到彰化每个角落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华采访报道